台北市的最新選情 必須要先消米這些反對意見 才有可能來談到禮讓這樣子的問題 民進黨的台北市黨部 目前是認為說 談這些其實都太早了 因為先等到國民黨的人確定之後 再來談民進黨的 其實一點也不遲 只不過國民黨內 現在也出現了新的母雞了 那就是侯友宜 他今天帶著國民黨的青年軍 一起到立法院來開的記者會 趕快來看一下現場行星 那個9是好數字 早上99 國民黨加油 國民黨加油 國民黨 國民黨 加油加油加油 國民黨加油 國民黨加油 國民黨 國民黨 加油加油加油 來 我們坐吧 我們坐 好 來 再來 這一次我特別到立法院來 跟我們 國民黨 第一次 絕大部分 要參選的年輕人站在一起 我記得我前一段時間有說過一句話 我們黨應該好好的栽培年輕人 讓年輕人 能夠積極的為國家社會奉獻 積極的從政 讓年輕人有機會一棒接一棒的 讓這個世代 帶動 未來台灣會更好 所以 這一次我也算是 第一次是來選舉的新人 但我更鼓勵 可以看得到呢 侯友宜帶著這些國民黨裡面的青年巡弄 而當中呢 其實不只有選新北人 跟這個侯友宜是對屌屌 當中呢 還有想選台北市議員的呢 甚至是桃園市長 想選桃園市的這個陳學生 也都緊緊的跟著侯友宜 他儼然成為國民黨裡面的最新星 因為呢其實國民黨內 現在的狀況是除了新北市之外呢 就是除了新北市之外呢 其他縣市到底誰是最強棒呢 目前還是狀況未明的狀態 所以呢 這些群奴無首的這些 想選市議員的呢 只好僅僅的跟著侯友宜 希望能夠多一點點的曝光機會 也替自己呢 在這個民調上面呢 能夠多多的加一點分 那除了這個選情之外呢 各界也非常的關注 也就是呢 總統的維安問題囉 因為先前呢 這個總統府的這個維安人員 在清槍的時候呢 竟然不小心這個擦槍走火啦 而且呢 子彈擊發的地點呢 其實距離總統蔡英文 只有50公尺 總統的維安亮起紅燈 今天國安局呢 也趕快到立法院來 接受考溫 到底是什麼樣的狀況 趕快來聽聽看 王姓上衛 他的確是連夜搭車北上 他沒有外傳的所謂的打電話玩具 精神不濟 或是感情等相關的因素 他是純粹的 輕槍物擊 最主要原因是沒有很明確的 檢查鑰匙有無子彈 事情發生之後 當事人即刻調整了職務 調離了限制 目前他也在我們特警中心 檢安局實施再考核再教育之後 回到第一線 檢安局實施後續的外圍警衛的工作 目前該順座正常 我們會持續的考核 也持續的要求 國安局呢 今天在立法院可以說呢 被這個立委盯得滿頭包 甚至還被要求 必須呢 要來好好的講 到底這個輕槍的示範動作 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那國安局呢 也跟我們透露 就是說呢 這一名這個示範錯誤的 這個慰安人員呢 目前呢 是寄過 並且是調離限制的 因為呢 他可能有一些比較疲勞的狀況 那未來他有沒有可能 再回到原本的崗位上 來繼續工作呢 就必須要來好好審核 接下來他的表現了 以上是立法院這邊的最新情形 時間盡頭 聽完彭雷出國